字幕作為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上豬 夏天要到了 所以我決定呢 我們來挑戰做做看四款網美飲品 你可以在炎熱夏天 在家裡做出很漂亮的飲品 然後順便在IG上面拍照裝逼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先來挑戰看看吧 有時候我今天裝賣有沒有比較夏天 還是簡介師幫我屁一下比基尼之類的 啊我應該要買一件那個比基尼的那個圍裙 現在呢準備的是各種不一樣的水果 有火龍果 檸檬 百香果 綠葡萄 葡萄柚 然後我還要準備椰豆花 如果你不好取得的話 其實就不一定要走這個椰子 因為這只是顏色好看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 氣泡水 雪碧 然後瑞碎鮮乳 本集沒有贊助播出 然後還有養樂多 本集也沒有贊助播出喔 那另外兩個有贊助播出嗎 沒有都沒有贊助播出 但如果要贊助播出的話 歡迎來接一下喔 我覺得我第一個呢 我幫他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百香寧夏 百香寧夏要準備的材料有茶包 就是先泡茶 因為茶的話就是 家裡有任何的茶包都可以 準備一個看起來很裝逼的杯子 然後呢 百香果都挖出來 這讓我想要有一集我老公有拍一集 就是要如何可以在家裡裝皮 拍IG照的那一集 我覺得好像 然後把百香果都挖出來 好想吃喔 百香果墊底之後呢 就加冰塊 這個飲品啊 我覺得就是要需要大量的冰塊 有時候可以做漸層啊 有時候還蠻好用的 之後呢 就可以放兩片檸檬 把它放在左右 因為有冰塊之後 它就可以壓在旁邊 可以再加一些冰塊 再放冰塊一層之後 我就會放一些綠補糖進去 好像我的話 我就會加大量的綠補糖進去 茶現在已經泡出顏色了 加茶進去 依照你喜歡的味道去做調配 就譬如說你喜歡 茶味重一點 你就可以多加一點茶 現在已經有一些漸層了 現在呢 我們就要加雪碧 其實很簡單耶 啪啪啪啪 好 然後呢 加雪碧進來 就這樣 我們的百香一下 就完成囉 是不是超快 超簡單 然後重點是你看 它顏色 超療癒的 就是要喝之前 可以就先拍照 超美的 你看 然後要喝的時候 要記得要攪拌一下 不然就是百香果的味道 都會在下面 然後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口味 去做調整 然後如果你想要做一杯夏日調酒的話 自己再加巴卡進去 它就是一杯調酒 百香擬一下 完成 耶 好了我們第二杯呢 我想一下名字喔 嗯 嗯 熱浪多多 因為紅色很熱情 紅色很熱情 第二個 熱浪多多 熱浪多多 第一杯呢 我們一樣就是把火火打出來 這真的是 比如說有朋友來家裡啊 就你們有閨蜜姐妹 朋友來家裡啊 就做這個 然後他們就覺得 哇你好厲害喔 但前提是他們都沒看過我的影片 這時候就要找一個器具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你就要找一個器具 然後可以是 棒狀物 也可以是叉子之類的 然後呢 要把它搗碎 這時候就是可以把它 在果肉搗碎之外 然後果龍果的香氣就會更出來 目前呢我們今天做的這幾款都是不雷的 而且我好喝的 看起來超厲害的 而且不用搗太碎 有一點泥狀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果肉 先放冰塊 放了冰塊之後 才比較好放檸檬片 我覺得檸檬片 真的加分很多 好差不多 這樣子之後呢 一樣再放檸檬片裡 找個位子 這樣放在旁邊 然後呢一樣 我們現在再加氣泡水 但如果你很喜歡甜的話 你可以加水冰 因為就是夏天嘛 所以我們就最好有這種氣泡感 氣泡感看起來就會覺得神清氣爽 喝了心裡也會覺得比較涼 但如果你再不喜歡氣泡水 你也可以直接加多多 就是效果的話呢 我就會加一些巴拉卡下去 OK 自己硬要講自己很愛喝酒 好了 氣泡水就加一些進去 你看它現在已經有這種漸層感喔 然後呢再繼續再放檸檬 再放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多多 這是我第一次做飲料的系列 之前啊 我朋友就介紹了一個塔羅老師來生 女巫老師給我 他說我很適合做飲料欸 不知道我做飲料會不會一套盒 好 然後現在再加那個洋樂多進去 然後再加一些些火龍果 熱得讓多多完成了 其實上面會不會有那個薄荷葉是最漂亮的 就是再放一個 剛剛還不是有哪一個呢 這樣嗎 對 熱浪多多 就是上面如果你家裡有什麼葉子啊 反正就是能食用的葉子 你可以放在上面 那通常一般人就會放薄荷 那像我們家呢 剛好沒有種薄荷 我們家有九層塔的話 也是可以稍微就是 裝飾一下 這樣看起來好像還不錯齁 我今天都不會適合 是因為我本人剛好就是 很巧不巧的 在大概半個小時之前 然後身體體就來了 所以呢 今天就要去做給大家看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我的同事們都有適合過 他們都覺得很好喝 所以不用擔心可以直接在家裡自己做 因為我們預算有些我們只有兩個杯子 所以 就是這邊只會放一杯 是剛才的示範 接下來第三杯是 庇佑多多 就寶庇 庇佑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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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所以你初一食物的時候呢 可以喝這個 然後呢怎麼樣 你再搭配蔬食的行程 這樣就會庇佑多多 這什麼聲音 應該有什麼上下點啊 什麼的 然後會有些鞭炮 我覺得不錯啊 一定要第一步呢 就是把 調用 先放到這邊來 庇佑多多 喝了有保閉喔 擀麵棍擠出來 然後 一樣 壓 壓 碎 也不要到碎就是可以先讓它一些果汁出來 然後也可以有一些果肉 好現在差不多打碎之後呢 就可以請我們的擀麵棍先生去休息 為什麼擀麵棍是先生呢 就不要多問了 哈哈哈哈 好 然後一樣的放上我們的冰塊 我們冰塊都會要融化 快快快快 這根本就在趕我嘛 是的 然後呢 我們可以準備一些果肉 那等一下我們在吃的時候也會吃到果肉 那不用擔心我都是有洗好手的 OK 喔 那個桌面上也是有擦的 我們都是很 痾 痾 痾 好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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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超美超美 超美我們的庇佑多多 痾 我們的庇佑多多 完成 這個加巴桿應該會不會好多 庇佑多多完成 庇佑多多完成 好 我們現在的最後一杯飲料呢 這個是網路上就有 它的名字叫做 富士山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富士山下 可能就是它的顏色之類的吧 這一道飲料的話就會用到蝶豆花 那我們就先把蝶豆花先泡熱 因為蝶豆花本身是沒有任何的甜味鹹味什麼的 所以我在泡的時候我也會加一些砂糖進去 蝶豆花孕夫是 再次 再次 絕對絕對不能碰的 好 然後我們再等蝶豆花 像現在已經有變 喔 已經有變色了 我就會加沙糖 感謝美大王贊助播出 剛剛我們攝影師說 這感覺很像可以古代的時候 就是個公娘娘要爭取的時候呢 因為她是孕婦 然後我們就給她 娘娘問你不亂義 從那個義國來的這個 真的是很好喝的呀 然後那個懷孕的娘娘就喝下這個蝶豆花 然後茶 然後娘娘就流產 這怎麼在古代一定要發生的事情 不然誰會去知道說 這個東西孕婦不能 然後誰會去把它 好 然後我們現在先加冰塊 冰塊要融化了 快快快 好 我們現在要加牛奶了 現在來進行最難的部分 最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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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複樹山倒下去 但我好害怕喔 我怕我會失敗 然後要找一隻筷子 沒有了啦 完了完了完了 沒了沒了沒了 沒了沒了 把這邊就是 幫我把這邊全部都用成藍色的 你應該做得到吧 我有照片 為大家試上複式山下 這是我們那天試做的啦 就是我們是曾經試 這個不是網路上抓的 這是在工作室拍的 這是工作室的景 大家都認得出來嗎 因為我冰塊真的用太多 我們現有的冰塊就是這樣 所以 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蝶豆花 就是孕婦本舖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製作出 漂亮的複樹山下的話呢 就是 冰塊要超多 好啦 就是希望今天的 三杯 飲料 第四杯我們就算了 因為第四杯 要自己在家裡做 其實我覺得也 蠻困難 除非你自己家裡 就有種蝶豆花 前三杯的製作過程啊 取得食材的方式 都超級簡單 基本上我敢說 這一集是 一分鐘出網美影片 因為真的很快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 精選的網美特條 我是小嘟嘟 每次我都會做出一些 特別的料理 或是我想要挑戰的料理 拍成影片 跟你們一起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喜歡的話 就跟著我一起做做看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我做飲料 真的很成功 跟那個女巫講的一樣的話 我就會幫她做一杯 庇佑多多給她喝 因為她說我做飲料會超紅 OK 掰掰